我覺得整個2020年是消失了 好像過緣了 你一計算那些一兩年前兩三年前的事就很混亂 應該是2020年初拍完的戲就是《我們最快樂》 接著就展示不了 所以再對上一次已經是19年了 對啦 再對上就沒有踩台的 我對上踩台是2018年底的 緊張啦 又期待啦 又興奮啦 好像等結婚的心情一樣 浪漫呀 純愛呀 我本人就少一些做這些 今次再加上我的定位好像是比較英俊那個 這個比較少見啦 所以都開心的 其實我真的很想和尤可沙合作很久 我想她自己本人都知道 我自己都親口跟她說過很多次 她很尷尬的 是吧 但我很喜歡直接表達給別人的愛 多有想像空間 空間很大 她經歷了一個她認為有遺憾的人生 所以她就想再去彌補一些過失 所以才有穿越 再加上她又有超強記憶力 所以變相就是她 這個故事我覺得其中一個最有趣的就是 究竟那些記憶 究竟現在我們在看一些真實的記憶 錯的記憶 還是她真的有超能力 虛與實之間的有趣都是我覺得很棒的 我覺得現在的難度在於你不只是演一輩子 所以她有些東西是會重複的 從中得來又會有些不同 我覺得是拿捏上究竟每一輩子的分別在哪裡 如果讓我回到過去 就會回到那天 她還了一拳 打籃球 身體碰撞 那你打掉嘛 我記得她打一拳過來 我擋住了 然後打第二拳再倒 我吃了 我想還拖 老師就阻止了 然後我就沒有打到 我每次都想回 你幾多歲了 對 超強忌歷 超強忌歷就是這樣 不是 記仇而已 就是被老師扔我粉筆 然後我又是 我應該拿起粉筆扔回她 就是我很後悔沒有扔回她 有一個女生 她 她疑蠻的時候 然後中四五的時候 她一句話都不敢跟她說 你喜歡她的 我喜歡她很久的 很久也很久 有幾年 就是兩年 我都要自己接受 現在這一刻發生的事情 在現實生活 我都比較少叫自己去亂想 因為很不切實際的 做演員已經很不切實際的 好像過緣了 所以你一計一兩年前 兩三年前的事情 就很混亂 我想不只我是這樣的 很複雜 因為整個環境沒有事發生 沒有公開 所謂的沒有公開 就是作品太少 我做過韓國餐廳的廚房 我做過花店 我做過日本餐廳 我做過蠟燭 然後做過印尼餐廳 餐廳為甚麼 是因為當疫情很嚴重 你能夠做的就是不吃市 到你吃市 連晚事都沒有 有甚麼行業 甚麼事都還要在 除了保安務 你有物業館 你就需要有人 我不想留在家 你真的想很多事 你演員就覺得 天花龍鳳 而且不是好方面 我寧願出去 一定會有增加 因為很不同類型的工作 所以 其實我現在還在做 不過是兼職 我不覺得 我需要做演員 就要脫離現實生活 我覺得可以同步進行 因為我覺得 好像是我 因為我太小過入行 我覺得那件事 是我唯一的途徑 他知道現實生活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世界的力量究竟是怎樣 就把心一橫 都要自己創造機會 整個行業 現在大家就是很慘 那個環境 那怎樣可以 我好你好 大家好 這個是我最想 可不可以做到的事 其實它不是偉大的事 對我來說 因為它是 我是想自己好 就是不要搞錯 其實我是純粹想自己好 但我覺得我要自己好 一定要一起好 如果我自己好 極有個抱 就是這個氣候環境下 所以才開台 又成功 又甚麼甚麼 因為我自己已經很幸福了 我覺得我 我在享受表演 在享受創作 我都很想大家一起 整個行業再好些 哇 堅持仍然要做演員 即是無論世界變成怎樣 都盡量不要 在鏡頭前不要那麼虛偽 即是現在很虛偽 不是的 就是堅持 由入行到現在 以前就很火爆 在網上亂說話 即是在網上亂說話 現在就說少了 但說少了又不等於要說謊 你不要那麼虛偽 即是說出來好像很虛偽 不要那麼虛偽 但這種坦白是 我接受 你覺得很虛偽 火爆不覺 我沒有發脾氣 在你面前 我本身欣賞她 她做什麼都可以